哇 将军是帅哥 你看看将军看起来多漂亮 二十多岁 将军厉害啊 用这个就好一点 我们就不用跑来跑去了 这个方便方便 这个方便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 因为原先的吧 我们总感觉到要面对面 就是要在一起 就比较好一点 现在呢 因为 因为这个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 没有办法住在一起 现在呢 疫情也是比较麻烦 怎么样 我们这个有些 顺风得意 顺风得意 啊 我们这个 我说你是不是顺风得意啊 现在那个 肖虹那儿搞成了这么好 都是你一手的功劳啊 没有 大家一起在工作吧 总要有人去做事情的嘛 对吧 现在是民进院顺老 好 嘿嘿 嘿嘿嘿akov 哎 你这个怎么没有 没有动吧 你这个 是不是连接有问题啊 我这边没有你吧 我这边没有问题吧 是不是WiFi啊? 对,是我这边WiFi的问题,还是你那边? 对,你的WiFi不好,老Sda 我这边不好,还是你那边? 对,我这边没事,你看我这都没事,活动 没问题的,是你那 没看到Message,虽然没关系了 现在我们这个能,现在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不错吧? 生意还好啊,这个越来越,反正已经步入稳步期了嘛 稳步增长,生意就在这摆着,然后怎么多的需求 这个 看你那有什么机会没有? 我这些机会太多了 我现在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公司吧,我们这个 这个上市公司吧,它就是一个工具,对吧? 就是一个融资的工具,其实输圈了,就是这样 然后呢,你那上市公司干什么呢? 啊? 上市公司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 它原来呢,是做大麻,对吧?就是一用大麻,要用大麻 就是政府呢,就是说,原来就是大麻不是活化了吗? 对不对? 嗯 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在活化化的过程中呢,他们那个股票就迅速增长 它从一个几分钱的股票变成几块钱 嗯 所以呢,他们就因为这个股市大涨的时候呢,他们就拼命就扩张 对吧? 嗯 建工厂啊,建大麻厂啊,基地啊 嗯 但是呢,一建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后来呢,突然这个 这个市场呢,又不好了 对吧? 他们有了几千万几个亿啊,对吧? 然后呢,就是说,那不是有钱了吗?那人家都愿意给钱给他妈妈 嗯 所以他们就发展 发展呢,因为这个大麻的市场又不好了 那人家不给钱了 对吧? 嗯 不给钱呢,他就是说,建工厂呢,有些是占了 就是相当的那样的,建了百分之八十七十八十 我觉得九十五块钱了 嗯 对吧? 嗯 我跟他讲,我后来呢,我认识这个公司 我们近朋友介绍,我们就认识这个公司董事长了 这个公司董事长呢,跟你这个老板一样的是香港人,对吧? 嗯 做事情呢,非常的严谨,严谨啊 对吧? 嗯 第一呢,他是上市公司,第二就是做事很严谨 合规,合理合法 对吧? 我就给他出点主意啊,你这个大麻就 反正你现在就是 做不了了,没得做,对吧? 我们多伦多在 多伦多华人里面呢,有很多好的项目,对吧? 就像你以前的时候 你这个是你的本行呢,以前那么多项目 不是 就是investment bank,对不对? 投行嘛,啊? 对 投行呢,就是说,你有这个上市公司以后 把一个项目 就是赚钱的项目,对吧? 装进去,对吧? 不就合了吗? 嗯 对吧? 现在就是把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可样的 它就是一个融资工具 用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和他的团队 领导团队 法律团队 会计团队 现成的吗?对吧? 嗯 你合作 这个事情 搞一个 现在有很多项目都找我们 他说我那天,我们不是开了新年晚会吗? 那个董事长做了报告以后 看到这个人非常可信可靠 好 然后呢 大家都就把那个好项目 他说我有好项目赚钱的 只剩有个项目是境外这个电箱的 他有 他一年的收入 就是刚开始做才一年 他的收入 就是账面的收入 已经到了1800万 他在流水啊 他的流量啊 他的消息记录都是漂得比较亮的 因为他本来是想把这个公司做好了以后 三年以后把营利记录都拉了来上市 那我说 那有的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县城的上市公司 把你那个一下子装进去不就行了吗?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我们就 就 发公司债券的形式 对吧 就 我们说发2500万债券 对吧 就把那个买下来了 啊 你说你发2500万 那你把一个生意一年输入2000万的 1800万的 嗯 那那各国方面的记录啊 就各国方面做的很漂亮 那你说投资人干 并且呢 他们是独家的 他的生意别人没办法做 嗯 还有呢 你知道还有还有当然了 你要知道多伦多有很多项目 现在多伦多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融资对不对? 啊 嗯 最容易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市公司融资对不对? 哈哈 这不就 没听清楚 这个最容易的是什么? 就是用上市公司融资啊 哦 最容易上市公司对 因为 上市公司你想想 它有政府做后台的吧 可信度 法律 对吧 会计 手术职权 还是证券会批准的 啊 就是证券会批准你五十五百万 然后发债券百分之十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年利率 还有啊 这个口度有发债券呢? 就是这个股票是八分钱对吧 现在呢已经一毛二了 一毛一一毛二了 嗯 那明摆的就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这个盈利就在那里了 你投资一一一一万块一二十万块钱就变近十三万了 债券就不要了 他就兑换成股票 没有没有 嗯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世界的 你只要能用到有钱 这个事情就做成了 现在做事情 现在最难的就是没钱 什么都没想 不要不要想了 对吧 啊 那有钱你想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老总是不是 嗯 嗯 嗯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做 我刚才讲了 就是当然了 我是 介绍情况好 最后你是跟上市公司 打交道 需要红同志 是上市公司的副总裁 有权签字 对吧 合理合法 各方面都是标准的 我是 我只是说一个介绍人 啊 红娘 牵线搭桥的 哈哈哈 你呢 就可以直接跟上市公司打交道 有客户 这个呢 上市公司的 这个佣金呢 这是上市公司啊 证券会批准的佣金啊 不是不是随便的啊 上市公司批准的 就是证券会批准的 就是可以拉到7% 嗯 所以呢 当然了 就 你呢 跟孝虹同志 就是我在建议啊 就每个人一半 一半一半的 哈哈哈 就是老子自信一样嘛 对吧 嗯 嗯 明白没有 3.5是很够的 嗯 嗯 不 关键问题是怎么呢 要产品好 要 要人家 踊跃参加 然后呢 你又拿到3.5 你现在卖房子 没有这个钱啊 对吧 嗯 不知道吧 现在这个房子市场这么好 不 现在卖房子市场 就是佣金没有多少钱啊 佣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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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佣金没有肯定没3.5 嗯 两个加起来行 嗯 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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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问题是你要有生意啊 这个是无底洞 它可以2500万啊 你那个 你那个房子这一点点呢 都啊 嗯 100万的房子就很大了 啊 200万的房子 啊 并且呢 我跟你讲啊 这个呢 这个公司呢 先第一次批准2500万 他以后还可以随着这2500万 第一批是出来了 和第二批更多吧 对不对 嗯 嗯 我跟你讲啊 现在做任何生意 关键问题就是个佣金的问题 对吧 嗯 你要能佣金的你就是牛逼 啊 你佣金的就生意都没得做 哦 所以佣金是一切生意的前提 嗯 嗯 神秘 这你 啊 你呢 当年7000万呢 对啊 那现在 当年7000万 跟现在是不一样人的吧 当年我们用7000万呢 不是上市公司 他们有些人还担心是不是合法了 对吧 有些人呢 有很多这样的那样的顾虑 现在呢 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没有没有 嗯 所以呢 现在是上市公司你知道吗 证券会的 证券会批准的 嗯 有律师有法律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还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就是要看股票是不是涨 你这个股票如果不涨呢 没人来 我给你看看这个股票啊 对 今天这个股票啊 这一个月啊 我给你卸这个屏幕 这个是关键 当你一融资的时候呢 你又要知道人怎么会来呢 他就是看到你这个股票涨 他就来了 对吧 嗯 你看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股票是跟你说实话吧 他现在涨呢 就是说呢 我给你看啊 我卸这个屏幕啊 关键问题是这个呢 你看 我们一家 我们加入进来的时候呢 他是五分钱 五分钱啊 你把鼠标搁在那地方 五分钱在哪 好像在那儿 五分钱底下了 嗯 现在呢这一个月时间 你看这是一毛了 这是多少 一毛 一毛啊 你看 刚刚这一毛 一毛002 那五分到底有 怎么这个 看这个比例不太像 一个底结一个 我看不太清楚 这还不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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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我得摘眼镜啊 行 我得看看 不是眼镜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丑 看见了 对对对 怎么样 怎么样 关键问题是怎么呢 我跟你讲啊 麦可 你假如用了十万块钱 对吧 嗯 你用了十万块钱 对不对 或者五十万对不对 嗯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就 嗯 开始发飙 明白没有 然后人家看到股票一涨呢 嗯 大家都会勇约要参加 你知道吧 这就是股票的魅力 这就是股票的魅力 在这里 明白没有 嗯 你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 投资人说 我把钱放在那里去到哪里去了呢 干什么去了呢 就像那个生命一样的 拒出了强心金 就是拒出了活力 股票就涨了 明白没有 嗯 嗯 这个是神奇的地方 投资人没有别的啊 他就是要 第一 安全 第二是流动性 第三是有回报率 明白没有 嗯 是不是啊 嗯 有的这个呢就好融资 对 啊 对 你说 你告诉人家说 我买了这个股票 5年以后 涨了 5倍或者是10倍 谁信呢 对不对 嗯 这个呢 是明白的是 一个月已经赚了一倍了 如果你融了支 100万以后 你看看这个公司的股票 从一毛钱变成四毛钱了 那你说你信不信啊 嗯 所以呢做任何事情 融资是第一位的 如果你自己一到位 一进去 股票就涨了 你说这些人 是不是追着将军走啊 嗯 这就是融资的魅力的吧 就是上市公司的魅力 没有没有没有 第一他是安全 嗯 政府批准的 第二呢 嗯 流动 对吧 给你10% 你说不够 你就把10就换掉 换成股票 现在是一毛钱呢 其实呢 像家园是一毛三 相当于一毛三 对吧 一毛二八 啊 嗯 你现在 你八 你融资的时候 八分钱可以买到 八分钱啊 嗯 因为因为宣布的时候 是八分钱嘛 哦 当时我们宣布的时候 是八分钱嘛 嗯 那 上市公司的news 就是政府批准是八分钱嘛 嗯 现在边境一毛三了 嗯 那你不就 大家一看到这个划算呢 嗯 现在唯一的这个公司呢 就是说 你看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网站 对吧 嗯 这个公司的网站呢 这公司呢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对吧 嗯 并且你可以将军同志 你可以跟董事长直接对话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他谈 嗯 嗯 有没有 这个是 这个呢 是最好的机会 对吧 嗯 其他的就是呢 你可以不信 这个东西呢 你就一定信了 嗯 第一 这个是上市公司 嗯 就会监督的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嗯 然后董事长你可以了解的 董事长给你的董事长肯定是 给你公司的董事长 哎是好朋友 你跟他们两个介绍一下 认识一下也可以的 赶紧赚的钱 我们是一起的嘛 啊 对不对 嗯 你说要有 你说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比例 都没问题的 对吧 你这董事长是不是学会计出生的 我们这个董事长 四十多年的会计啊 嗯 三十年的就是上市公司啊 对我们这不是 啊 我们这个不是啊 你们那个是 对 你那个是什么 毛给制 毛给制 搞毛给制的 不是 他原先是学什么的 学的就是学经济的 哦 嗯 那你看那就 你看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那以前的时候 很多什么项目 也可以介绍来了 嗯 我们以后就做这个 你把这个公司先搞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搞很多上市公司 把那些项目都都搞进去 然后最关键一点呢 将军你要知道 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生一头老 啊 哈哈哈 将军你说你现在我们两个 接触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对我是 一清二楚 是不是 嗯 嗯 我们俩是不是一清二楚啊 啊 我们俩怎么着 是啊 我说你对我是不是 了如指掌啊 啊 我什么都给你汇报 不不仅了如指掌 而且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啊 你要对我佩服的五体头地 他就怪了 哈哈 没有 老唐有老唐的本事 老唐有老唐的本事 将军一将军的本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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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本事是把大家的本事放在一起来 对吧 啊 这是最大的本事 第一呢就是说把人能够住在一起 嗯 第二呢就是把钱能住在一起 嗯 第三呢就把事情做成 对吧 嗯 啊 对 是这个概念啊 对 那钱是大家都需要的 那你说现在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们要签个合同还是你要跟公司签个合同还是什么家啊 哎 我现在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 啊 本身的这个幅度 没什么说的啊 比如说五分也好 八分也好 入了 嗯 你长到一毛一毛三 什么的 音乐的翻倍 回去三毛吧 啊 三毛四毛的哈 这都可以 就是回报率没什么可怀疑的 对 我 我的问题是量有多大 你当时换手率不就是量没那么大 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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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钱再再多的话 分败什么 就没太大意 所以这个量有多大 交易量 对 这是个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呢你要搞清楚 我介入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介入以后啊 就是孝洪同志 组织的多伦多团队 我来是做个参谋 我是局外人啊 嗯 嗯 明白没有 这个量呢 你就放心好了 你像我这个 这个能力啊 嗯 这个量是可以搞得巨量的 嗯 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明白没有 嗯 好的 那是最好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嗯 嗯 所有的都是都关心的事情 你不然看到这个价钱 而看到这个量 这是两个事情 嗯 第二个问题呢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怎么能够保证 这个这种的保证在哪儿 这个保证第一 因为是future嘛 将来的是 现在是这样的 嗯 保证很多呢 是没有人给你保证的 也不敢保证 不能保证 对吧 但是呢 嗯 根据目前公司的这个资产 对吧 公司又不是有大量的这个资产啊 就是他有抢房啊 有抢地啊 有地产啊 对不对 他有资产嘛 嗯 他也有债务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个资金 如果一投 你看这个 这个公司 这个生意一弄起来 现金流来了 大量的资金涌入的时候 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像 像个集体抱团一样的 大家涌入的时候 这个 就是要有这个运作能力 就是 人才资金 把企业弄好了 这个东西呢 这是唯一最大的保证 但是呢 可兑换债券呢 它是用公司的 这个资产做抵押的 你知道吧 啊 资产呢 现在就是有现有的资产 还有未来的资产 就是说 你这个大家都投了 都有做抵押的 他不 第二个保证呢 是怎么呢 这个是 政府 批准的 是政府允许的 你知道吗 不是说 我假比方说 像我以前他说 我 我保证我觉得 我有这个能力 我这个信心的吧 那人家说 政府 没批啊 但这个是 有政府批准的 政府批准的 可兑换债券 这是发展经济 政府 直端的鼓励的 是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 股东没有钱了 但是还要 债权的人是有钱的 所以 所以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呢 就是刚才讲了 要把事情做好 公司的财产资产 不断的增加 第二呢 就是说呢 这个 如果万亿万亿啊 这个 因为没有一个生意说 没有万亿的是吧 就是万亿的时候 不行的时候呢 那 债权人呢 优先拉到 对吧 钱 股东呢 就 因为你是 你是口兑换债券嘛 你知道吧 嗯 你是先是口兑换债券嘛 但股票不要你 你知道吧 股票可以在市场上 随时买卖的 就行了 你如果买股票 假如说 你现在要买股票 一毛钱一股 对不对 那 你到公司直接去买 他给你优惠啊 你知道吧 因为 因为 这是按照原来的价钱 你知道吗 又会不是说 现在的价钱就打结扣 因为原先当时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加比方说是 是 六分钱七分钱 八分钱 对吧 因为宣布消息的是八分钱 嗯 现在是按照当时宣布消息的价钱买的 嗯 现在一宣布消息以后 大家都 存起而过 永远来了 这股票就涨了嘛 涨了你现在还有就是说 到约底之前啊 这个有时间限注的 这个约底 这不是说随时 随时都可以买卖 那不是乱发了是吧 嗯 它是证券会要定时定量供应的 它不能 就像印钞票一样不能随便乱印的 嗯 那么它有 它有批文的 嗯 要批发的 明白 没有没有 哦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个定时定量这事不知道 以为在市场随便就 不不不不不 你不能随便 随便翻 不就乱套了吧 发是肯定都界定了嘛 就是2500万 这个去发 但是就是买 以什么价钱买 它是以八分钱买的 还是以现在市场价买啊 不 以八分钱买的 就是你你你宣布的时候 当时的市场价值多少 就是多少 嗯 后面涨到 你后面涨到八毛了 它还是八分钱买的 但是 哇那人家的结果 再进去那不是 换了 哪个 我说那不稳赚了 八分钱买 结果现在市价已经八毛了 对对对 谁不去 对对对对 那你就那就没有百分之十了 那你就被换了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窗 有个时间限制的问题啊 就是你不知道 不是 你你不知道 到一年以后便八毛了 对不对 啊 嗯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肯定是 那那那全世界人都买这个去了 哈哈哈哈 那是 啊 所以这个保障没有 现在就是存在这个可能性的 对 这个股票的最高的价钱呢 是八块 啊 嗯 那是以前啊 对那是以前那个辉煌历史 一定一去不复返了 对 不过也不一定 不是 如果 如果 这个生意呢 其实我跟你讲啊 以前做过的 就是以前有有有有有有这样一个辉煌 回去有这样一个风能抓住 他一定能抓住第二次 你知道吧 啊 如果呢你没有你没有改变方向 那就是假如说还是做那个那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不复返了 对不对 啊 现在人家搞 现在我跟你讲啊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项目啊 现在正在谈这个项目就是 就是中国叫 境外 就是电箱 跨境电箱 跨境支付 啊 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 就是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现金支付 就是做做买卖 电箱 电进支付 我们现在好生意 找到找我们的多 现在只要是 这个第一笔资金2500万 涌到了 这个公司我跟你讲 不是说 不是说是八分钱了 就是八块钱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我跟你讲啊 刚才我跟你讲了 这个做生意的人 赚大钱的 就是会融资的人 对吧 你有钱做什么生意不快啊 就像风一样的 对不对 你没有钱你看 你要用到钱 首先你要有个平台 对吧 一个合理合法 民进延盛的平台 第二呢 要有一个坚强的班子 就是团队 好多团队 这个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呢 你一看就是牛人 你不能找一般的人 就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人物 对不对 就之所以是1%的Top 1% 就是1%的人物 人家看到这些人物呢 然后再找几个非常有适应力的项目 那你这个事情就 就像酿酒一样的 好酒就出来了 是不是 茅台 是不是 当然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 釀茅台酒的有没有这个技术 有没有这个功底 对吧 有没有这个功力 是不是 将军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吧 没有没有 没有 下一个问题 那个 从债券转换到兑换 口兑换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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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怎么呢 你就是 你专门是 只是搞个债券 人家也不会要的 对吧 他的适应力在口兑换去 对 所谓可兑换性是可逆的吗 还是说不可逆的 对 债券转成股票 从股票再转回来 债券还可以吗 不可以 不方向的 就单向的是吧 单向的 就是你可以从债券换回股票 但是股票不能换成债券 并且你要直接从公司订购的 要董事会批的 还有几个地方批的 就是首先要董事会批 然后到证券会去刑警去批 批完以后才能够公布在市场上 你这个消息我给你讲了 这个news 你刚才讲了 我给你看到这个 这个news release 它不是随便就可以release 还有证券会 天天在监督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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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你看到我这个吗 没有 没有 你看那个 我给你看这个 share 没share 我给你看 你看这个吧 你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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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现在都画了 现在他们在听了 你这个不行了 哈哈哈 我看我放大一点啊 我看见了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这个都是就是这些人 这个都是这些人 这个低的人啊 所以这个是合法的 news release 对 怎么样 嗯 牛逼吧 当然大家都希望他这个 可得外占券 第二时间往上走 那还有一类的可能性 对吧 对 八分年 他是八分年假的 比方掉了四分年跟你没关系 对吧 你到时候就连本代理拉回去 对对 你还是占券 嗯 对 明白明白 对啊 除非你兑换了 你兑换那个股票了 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你要为兑换的话 你还是在 对对对对 你兑换股票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兑换股票 但是有百分百的把握 他才会兑换的 对 对吧 如果不是百分百的把握 他就不会兑换这个玩意 那他兑换了以后 比如说买个涮股啊 然后 那个 从八分年进去的 哎 现在一毛六了 对 一毛六 最后一半出来 那不把那个什么本都回来了 对 我 是吧 我还拿一半的这个原始的债券 然后拿一半的股票 那股票是白来的了 就是 对 哈哈 对啊 那就是看你自己了 投资人自己了 嗯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呢是上市公司在前期 而且是融资阶段 最理想的融资工具 方法 嗯 对不对 嗯 他灵活啊 嗯 嗯 那个 百分之十是怎么给的 是 每年给 每年是吧 每年给一次 他这个是两年的债券 就两年以后就到吃了 嗯 就连本带利要给你 嗯 我知道你有很多客户 投资人 因为他愿意投资你那个 你肯定是先推你那个 如果他不他 嗯 你给他一个 选择 对吧 有这个 就这个 对吧 是 两千 五百万 对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的债券里边 如果我拿了个十万 就从十万里拿那 百分之七 然后跟你们 就是一半一半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这上市公司给 这个给呢就是 只要他一进来买 啊不然就 对对对对 嗯 嗯 对对对 嗯 钱一进来马上就给 嗯 嗯 嗯 不错 不错 有的谈啊 对啊 嗯 好 好啊 这个 琢磨琢磨 这个 琢磨琢磨啊 你这个要好好考虑考虑 这个 我们这个毕竟还要赶时间啊 嗯 约底就没了啊 时间窗口有多久 好吧 那我们先谈到这里 等会儿呢 时间长 多长时间 对 对 就是月底就没了 结束了 哦 呃 就一月底啊 对对对 一月底 现在一月二十号到三十号就没了 行 OK 叫limited time offer 这个你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好吧 叫什么 limited什么 limited time offer 就是有限 有现实的供应 OK 现实限量 嗯 这个网上这有新闻的 哦 OK 这个如果 合作的话 我这儿 该不是需要什么手续吗 怎么 我们可以签个 他你可以跟公司签个 这个协议书 呃 跟上市公司签是吧 对对对 他肯定不是跟我签了 行 那个 你那会儿有协议书的样本吗 协议书的样本有现成的 你给我发过来好吗 好 嗯 好 OK 拜拜 拜拜